大圆交流道车辆往来频繁 时常造成拥塞 为改善这一带交通状况 高工局规划从国二甲线高速公路 延伸到台15线 台61线快速道路 但路线饱受争议与抗争 加上原先规划在航空城都市计划用地 采用租用方式来动工 后来又因地主意见分歧 让工程一再延宕 导致只完成了国二甲线沿接大圆交流道段 沿线部分做好的路段 应无法衔接形成天空断桥 这一段差不多1.64公里 它总共有57亿左右 那它有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一般征收 第二个阶段是机场园区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这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属于航空城的区段征收 所以说当初这一段的用地取得会比较困难 之前一直协商说 要先跟居民承租土地来做 但是因为有航空城的土地买卖 有时候都是外县市的人来买 他不管你说你交通拥挤不拥挤 他不管你他也不租给我们 所以说我们在用地取得困难 西属这几年工程问题游河相当有感 因为大圆交流道每到上下班时间就容易拥塞 兴建国二甲县高速公路有相当的必要性 但因为用地取得困难 好不容易在去年10月协调完成 终于可以期盼112年完工 希望说他赶快的加速 因为这一边交流道除了我们 从这边要延伸到台舍五线以外 他两旁 这个高速公路的两旁交流道 也在做拓关 所以说每天的早上 要来大圆往关运的车辆 都从这个交流道出来 那到下午两点多开始 要从关运到大圆的车辆 要从这个交流道再出去 都造成很拥塞 所以说我们这一段1.64公里 我们先把它接到台舍五 这个可以速解我们目前交通拥塞这个问题 那往后我们希望说台舍五 这道六亿赶快做 这是属于第二段 目前天空断桥已进入阶续工程 约1.6公里 经费约57亿元左右 市议员期望工程能加速完成 有效疏解这一带的车流状况 记者吴永纯 桃园大圆报导